我是乌克兰莎莎,之前才乌克兰放弃一个机会当心理学医生,搬来台湾,发展了一个机会。 我2019年嫁给我台湾老公,我们周末都会出去玩,没想到那一次在大西老姐,受了那么严重的伤,在医院的时候,医生马上告诉我要赶快动手术,伤口太大,而且失血过多,老公在手术房外等了我一个晚上,多亏党师的医疗团队救了我一名。 我在医院谈了一个礼拜,但是我有台湾健保和其他保险,所以帮了很多忙。 我以前在乌克兰懂过其他的手术,我觉得两个国家医疗差异是设备和医生跟护士的态度。 台湾医疗团队很有礼貌,也很客气,会提供我很多建议。 之前在乌克兰我把制止,我当时会紧张到哭,可能因为公立牙医的薪水没太好,而且他们病人很多,所以我当时的医生态度很差,叫我才哭就滚回家。 在台湾动完第一次手术后,可能是我运气不太好。 复原的状况不如预期,所以我又躲动了两次手术,最后终于好状。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,除了台湾的医院照顾我之外,我在乌克兰的朋友们还一起抽钱,寄给我当医疗费。超感动。 在乌克兰很多人没有国家减薄和保险,所以常常一个人住院,其他人就帮忙准备钱。 在别的国家手上是很辛苦的,尤其还要减力手术,真的会让人特别紧张。 还好台湾的医疗制度很完善,我相信台湾医疗不是完美的,但他救了我一鸣,谢谢你们。 感谢观看